一個電話門 那個電話門到底傷了誰 老實講 柯文哲也沒有把事情講清楚 而且他是把這個 譬如說把卓榮泰 一月二十五號講的那個電話 跟一月三十一號 陳永鑫他們講的電話 民眾黨有意把他混在一起 因為卓榮泰已經講得很清楚 一月二十五號 他跟這個黃珊珊見面 講個三個條件 都是以游錫坤當院長為主的 然後一月三十一號 當然就是陳永鑫 他們覺得說 希望說綠白還是有合作的空間 因為最主要就是不希望讓韓國瑜 那所以說陳永鑫 包含這一個柯文整理人在穿梭 那其實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綠白是不是有合作空間 那可是對我們來講 還是還是希望說游錫坤為首 然後游錫坤蔡其昌 那如果說蔡其昌 可以有調整空間 會了這個民眾黨合作 或許這個副院長 可以跟民眾黨來做合作 我覺得民進黨的這個主張 一向是如此 可是就這個民眾黨來講的話 就變成說 他現在一直在爭執了一點 柯文一直在爭執一點 就是說 他是不是主動還是被動打電話去的 他現在要告 他現在要告不管是告 他人家已經告了 對人家告人家直接告 告了告了吳征 告了民進黨 告了媒體 玩假的告陳永鑫才是真的 告民進黨什麼用 對那所以說 其實我不知道說為什麼要告 他現在已經告了 告侵權 會不會對很多的觀眾朋友的感受 尤其對曉嫂的感受 你看 我們主委講的就是有道理 所以我們敢告 你們其他人都不敢告 會不會這樣 不是啊 就告的理由是什麼 一個黨主席去幫他的這個院長候選人 黃珊珊拉票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嗎 他現在爭執點就是說 我沒有主動打電話去 我是被動的 就是包含有陳永鑫 有這些人 希望我打電話 給民進黨 他敢說沒主動打個陳永鑫才怪咧 怎麼可能 電話是打來打去的電話嗎 電話是打來打去 民進黨有打電話 我不相信國民黨沒有打電話 就是把這個同年紀錄 全部都調出來 國民黨一定有打電話給柯文哲的 大家就把這件事情 就坦白講就是說好 那是不是柯文哲民眾黨 有把這個院長 或者副院長這個東西 去跟民進黨來談 也有去跟國民黨來談嗎 這講出來之後 其實就對民眾黨就有傷了 就是說你把這東西 兩邊在兜售 兩邊在交換 或是兩邊在談都有 不可能只有民進黨 去跟民眾黨談 我相信 那為什麼江啟臣 突然在這個投票前兩天 他就說如果韓國瑜沒有了 他副院長也不要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訊息出來 那表示他們那時候 就是覺得說 是不是民進黨 有可能跟這個國民黨 跟民眾黨合作 所以國民黨那邊 一定也會有這個訊息 然後也會去談 就是說好 那是不是這個院長的部分的話 還是有合作的機會 不然為什麼江啟臣 突然在晚上 蹦出那句話 就是說如果韓國瑜沒有了 然後現在他在副院長也不會 你看人家白英調子拉得多高 白英的調子 除了告以外 因為對很多的觀眾 會覺得說告在中華民國 就是所有一切最極致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有很多的案子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案子 最後會走到哪一個階段 在中華民國 尤其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案子 是告完以後 到了選完以後都不見了 對 中華民國有很多這樣 但我不知道這個案子 會走到什麼程度 可是對很多人覺得 你看 人家跟他告 這是一個 另外人家還出來直接講 黃國昌就這樣 你看你們的人 誰為了位置會背叛這個背叛那個 把你們綠營講得好像很不堪 就是為了位置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這就是民眾黨 他厲害的地方 黨主席 柯文哲講話 跟這個黃國昌講的話 就不太一樣了 那我同意小五哥講的 很多在政治事件提到要告 其實就是表示一個事件的結束了 司法已經進入司法了 司法去調查了 雖然他這次告的是民事 那反正就是讓法官去調查了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就不會再去討論了 那為什麼這個會民眾黨 會用這個告這個方式 來做整個事情 我認為他還是有他理虧的地方 就是說他有他講不清楚的地方 就是有他也有跟國民黨 在接觸的地方 可是現在攤出來這個台面上 好像只有民進黨跟民眾 來接觸 不可能嘛 國民黨也是希望說 他們院長副院長能夠能夠安穩 今天柯文哲在看新聞事件 得到一個大靈感 什麼 就是黑人跟芽芽的事件 黑人就先告有沒有 你知道中國人臺灣人很善良 誰告好像就是有理啊 我跟你講 我講一句話把這個 把這個重點講出來 他是不是去告了 對 告民事也沒告刑事 刑事就真的搞得清楚 刑事到時候要進入所謂的調查 是過程 那會很麻煩 不是刑事傳 陳詠希當證人 他就一年以上七年下的偽證罪 他一定講實話嘛 你就垮了好不好 柯文哲 你句話重點是什麼 與事實真相 媒體的露出 包含告 與事實真相的距離 就這件事的奧妙之處 就是柯文哲操弄媒體 比藍綠厲害多了 很聰明 這三道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其實柯文哲雖然說 他當過了醫生 也當過了市長 對 醫生不會騙人 沒有錯 但是醫生呢 可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賭徒 而且這個賭徒最大的一個缺點是 這個賭徒 賭徒不能每次都炸賭啊 你不能夠把把虎牌啊 柯文哲從最近幾件事情 他炸了你什麼 他虎了什麼 我來跟各位說 他炸的可大了 從藍白河 藍白河各位還記得嘛 過去黃珊珊在選市長的時候 他就說了 我民調明明在前面為什麼要去 後面各位選出來是誰 老三嘛 柯文哲當總統還要出書 他說我要出一本書 這是武功秘籍 各位誰會買啊 誰會去買一個 你選舉選最後一名選最爛的 然後你還要出一本書 我完全可不懂他的想法 可是柯文哲在藍白河當中 他怎麼說 我的民調在前面 為什麼要讓 後面到了整個各位還記得嗎 後面就到了整個飯店裡面 整個炸鍋了 那這次柯文哲 他有做了一件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是讓大家看不懂的 各位他說 明明就是他們要把票給黃珊珊 我問各位件事情 黃珊珊連一天的立委都沒有當過 他要當立法院院長 他這種漫天之大謊他扯得出來 所以簡單的說 柯文哲他在當市長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很看不起他就是 他連金長門跟資本門都搞不懂 什麼叫金長門 所有的公務人員日常的開銷 整個所謂的市政府的一個預算 一萬個人怎麼弄 這叫金長門 資本門我今天花了一百億 花了一千億 做了一條捷運 蓋了一條橋 做了一個公共建設 做了一個公園 這個會對未來三十年到五十年 這個地方的發展是好的各位 他八年沒有做任何一個重大建設 他簽不下去 他說他捨不得花錢 他有所謂的財政紀律 問題是臺北人把他弄懂啊 臺北人有沒有投票給他 各位沒有嘛 他投票投最後一名嘛 那現在呢 我們從這幾件事情來看就是 柯文哲現在呢 他一直在虎牌 每次都在虎 什麼都在虎呢 電話門來了 到底情況怎麼樣呢 他嚴格來說就是現在把立法院長 這件事情一物二賣嘛 那現在一物二賣我們只看到一部分 看到哪邊 看到綠營這一塊 那藍營這一塊呢 藍營這一塊是據傳 據傳 本來是說我們雙方交換之後 我們的招委讓一點給力嘛 那現在藍營呢 爆跳如雷說 你居然敢一物二賣 那一物二賣後面會怎麼樣 不曉得 但各位柯文哲的個性 他告訴我們 他我們說 你拿牌拿完牌之後 你一定是偶爾炸賭一次 你不能把把炸賭 可是他現在這個炸賭的一個個性 讓全臺灣都把他給摸清了 我就問各位 後面誰來跟柯文哲談判 這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但民進黨也有民進黨的問題 我們這次來看 卓榮他也可以跟黃珊珊聊天 林佳龍可以找人來做傳話 鄭文燦這次解決了 長榮航空的一個罷工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事情都在牌面上 很簡單嘛 到了整個五月過後 會有一個新的一個院長出來 但是現在我們就可以發現了 現在對於整個賴清德 未來的總統來說的話 他現在要找的是誰能夠信任 好多人婆婆媽媽都出來幫忙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是幫到忙的 所以我們現在呢 各個黨派的頭人 現在大家都在忙 大家都有各自的一個問題 但這個時候最有趣的是 想不到連奴媽媽都進來做參戰 為了一個火鍋門 為了一個安心豬的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政治越來越好玩 本來很多人擔心說過完年之後 政治沒戲了 現在政治系越來越多啊